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次和大家介紹的酒店和Villa 在去年10月剛開幕 Kiff House 坐落在圓崖邊 巴厘島的衝浪勝地 清晨時分 迷霧的仙氣景色 一層層海浪湧上沙灘 非常震撼 酒店的設計 走五十年代的美國加州休閒度假路線 只有七間套房 暗黑格調套房 適合年輕情侶 配合開放式浴缸 亦有私人按摩服務 這裡每間房間都會有一個酒櫃 裡面最開心的就是 教你調酒酒店的店 你可以跟著做 覆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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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 酒櫃是最適合的 如果你有錢的話 可以付25萬美金 可以整間房間購買 這是酒店集團的特色 如果你不是經常住 甚至可以付出一個集團 幫你管理 租出去 酒店中間有一個25米長的游泳池 深受外國年輕情侶的歡迎 中午去到夜晚的人氣超旺 現場有DJ進駐 入夜之後就變成音樂派對 我自己覺得這間酒店最隨便 或者最正的位置 就是那邊是一間餐廳 但它是可以讓你在任何位置都可以吃飯 雖然酒店最少入住兩晚 但包了二人的早餐 和一百美金的餐飲券 可以在餐廳裡用 西式薄餅和牛扒應有盡有 日落的時分 可以沿著樓梯走到崖邊的酒吧 買一杯咖啡 欣賞印度洋的美景 說明是沖浪的勝地 當然不少得參加酒店的滑浪班 現在就去人生第一次初階的滑浪體驗 看到下面風高浪急都有少少擔心 簡單上了15分鐘堂 學一下棋就衝出去滑浪 結果 證明我的平衡力都好像不錯 都是當我沒說過 這個沙灘有很多比堅拉在這裡學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它走到外面 其實水底可能都沒有咪幾那麼深 所以你掉落水 人們都不會怕吃到水 女士們也可以考慮參加瑜伽班 海浪聲作為音樂的背景 配合不同高難度的動作 感覺是雖然不累 你看到我全都出色 但真的挺舒服的 心狂神怯 音樂派對每晚到11點 假如受不到長時間的音樂轟炸 集團另一個私人別墅 需要由巴里坐30分鐘船 去到南夢島 由哥爾夫球車接送 非常隱蔽 適合一家大小的家庭 酒店只有5間房 最多10個人入住 1月去到3月的淡季 只需要640元美金 一人平均500元港幣 包一家別墅 非常值得玩 那你問我這間房 是否真的特別漂亮呢 我就會說房間試正 又未去到五星級那些 很優秀豪華 但主打是私隱度極高 5間房間有10個朋友 一個價錢便租了 對呀 這個廁所的地方都頗開 酒店有私人泳池 吊床位便可以吹吹海風 親身示範 舒服到睡覺 喝著一杯咖啡看阿樂 在這裏是最爽的 你見到後面有很多人 站在那裏 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那裏是一個當地很有名的景點 而Witcher Seen廊 是會蓋得很高 是絕對不建議站出去看阿樂 在這裏就不怕沒有一口好吃的 那因為有錢呢 有私人廚師即場為你 BBQ烤龍蝦 好吃 那呀 烤龍蝦味好重 有私人廚師 早五晚三餐都可以Villa裏解決 南夢島的商業程度較低 主要活動都是在沙灘曬太陽 或者可以在周邊體驗潛水 探索印尼的水底世界 紫箱旅行網站隔身 好辣 一站式好吃好玩旅遊資訊 深度文化故事 覺得好辛苦 勇敢面對死亡的人 立即登記會員 一起盡覽世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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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